真正的美 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丑陋的 不论他的相貌是怎样难看 如果他培育人爱 人爱就能够给到他一种内在永恒的美 这种美自然流露 使他富有吸引力 因为真正的美 不在于面貌的形状或者肤色 我们试举出一个面貌尽美的人 有时人们并没有给他吸引 因为他的尽美 已经受到他自己尽美的虚偽 和骄傲所破坏 如果一个面目丑陋的人 仰逸着无边的人爱 说话游顺斯文 待人和气 你将会见到他是多么吸引人 人人都会喜欢和他来往的 我会见到他 我会见到他 我会见到他